年喜攻略 终于在不久前迎来了大结局 历经坎坷的魏龙CP终于能携手度过后半生 安稳幸福的样子让所有追剧 女孩们欣慰又感动 而在剧中饰演到反叛贤妃的蛇师曼 却因令人惊艳的演技和自尸三岁 依然看不出岁月痕迹的容颜 再度刷屏社交网络 一无数观众惊叹 他依然是我们的攻斗代言人 在演喜攻略之前 蛇师曼的攻斗剧地位已经奠定 之前去组采访时 记者问他 熟火穿越到了后宫 他能活多久 蛇师曼自信满满的说 因为自己聪明又多才多艺 他相信自己能活到最后 并非引力课班出身的蛇师曼 在娱乐圈的奋斗时 就是一部大女主戏 他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就从花瓶演员成长到TVB一剑 一部一个脚印 走得比温落还要励志 1975年出身的他父亲早逝 从五岁起就跟着妈妈一起生活 父亲出货去世时 妈妈还怀着弟弟 可乖乔董事的他并没有哭泣无措 他安慰妈妈说 你是不是害怕一个人睡 没关系 以后都有我陪你睡啊 18岁去瑞士留学 学习酒店管理 1997年回国后 被妈妈势说 参加了港姐选美比赛 可那时的他并不自信 化妆走台步都不会 只是凭借与刘嘉玲 有几分相似的长相 获得了季军 由此踏入了娱乐圈 可那时的TVB女星众多 风头正盛 小彩少芬 梨姿 玄轩 都是能独当一面的大花蛋 蛇师们的走红之路 在一开始就有些希望渺茫 他的第一部戏 雪山飞狐评价并不好 观众们都骂他零演技 讲不好台词声音又小 甚至被超级赞声 这些质疑让蛇师们有些怀疑自己 他真的是和走演员这条路吗 但从小就坚强的他并没有放弃 下定决心磨练演技 每天苦练气息和声音 大声朗读报纸 忍真折磨角色的情绪和台词 甚至每天只睡一个小时 三年我心肠胆 蛇师们终于在十月初五的月光生活好评 演技得到肯定 这个充满了烟火气息 又灵动可爱的角色 被他演绎的入目三分 温情又动人 这个角色也祝他拿到了万千星辉班奖礼 我最喜爱的电视角色这一奖项 从此之后 蛇师们的演绎着路边开始顺风顺水 不断前进 其路变欢乐他每年要接两三部戏剧 可谓是拼命三娘 比如在《以金屠龙记》中饰演周芷若 楚楚动人的模样让人恨不起来 还有《金之玉孽》里的小主耳唇 眼神中的狠力让人头皮发麻 胆战心惊 也就是凭借宫斗金 《金之玉孽》这部戏 让他走红两岸 名声大噪 直到今天都常被人拿出来不断回味 终于 因为在凤凰四重造中的精彩表现 蛇师们拿下了那一年的TVB双料事后 这也是TVB历史上的第一位双料事后 这也就意味着 蛇师们当然不让 正式成为了TVB的当家一姐 虽然的 未已经固若惊她 但蛇师们依然没有放松自己 之后的宫心记 宫主驾到 岁月风云本剧集 不管是本身质量还是她的演技都可圈可点 更值得一提的是 蛇师们因为是图形者里的丁姐一脚 再度站上了领奖台 又一次成为TVB双料事后 虽然在《炎洗攻略》中 蛇师们饰演的季后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性人物 但角色的转变和行为动机都被她诠释的恰到好处 从后宫停留到黑化季后 在紫禁城的那个大雨夜 她坚定却从容的说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哪怕是反派也能让观众被她揪心 剧中人设是反派 但蛇师们的演技依然令人惊喜 自由又坚强的她对人生有着很强的掌控力 做什么都没半点犹豫 再加上一心只想着前进的努力 走到今天的地位 可不是幸运那么简单